W20还有KT Racing粉丝团 因为我们用两只手机同时开直播 那主要的话还是服务一下那个W20的车友们 因为W20的车友们之前有看过 也是一样W20的车子呢 开直播 那安装的部分呢 就是安装KT的道路板避震器 原来的气压式避震器 这一位车主的话呢 已经换了一台车有四只 已经换了三只的 所以后来就看了一年多 就决定还是把它换成弹簧式的悬吊系统 因为这个日后的话呢 维修上也比较方便 那单价上的话呢 也便宜许多 耐用度的话呢 当然是没有问题 然后后续的服务上 KT的话自己本身是制造的工厂 所以后续的售后服务上的话 就是KT的最大的优势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原厂的避震器好了 因为都安装到差不多了 这个是后面的避震器 这是W220 它的原厂的 比较长的是后面 然后比较短的是前面 它的前后呢 都是气压式的避震器 那它损坏的状况的话 像这个是106年7月才刚修好 那唯一这三只都还OK 但是这一只的话是原厂的 结果目前的话也左后也已经故障了 所以车主的话就决定把它换成 KT的弹簧式的避震器 费用上的话还有后续的保养上也会比较单纯一点 那其他的话其实都还是原厂 连轮胎还有铝圈 连铝圈都还是原厂的256016的规格 我们先来介绍后面好了 那这台车 车友会最常遇到的就是 改了KT的避震器之后 原厂的气压式避震器呢 会不会亮灯 那会不会有一场的状况 它的电脑系统的话是不会亮灯 但是需要呢 后面跟前面各有一个水平感应池 要把感应池呢 要把它讯号要处理一下之后 然后开红火之后呢 我们在W220的仪表的右边有一个R键 再按一下R键呢 它的故障码就消除之后呢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是后面的悬调系统 它后面的便利 刚刚看到的是原厂的 非常非常长 那后面的话 KT有打了一条专用弹簧 藏在内饰版的内鬼版里面 后面的弹簧规格呢 是220厂10公斤 车友会最常询问的就是 那改成弹簧式的会不会好做 那不会 很多车友其实也有换过传统弹簧式 但不好做的原因是因为呢 它的弹簧的长度呢 太短了 KT是打了 这个在藏在里面 KT打的弹簧规格是220厂10公斤 所以它的作动行程呢 会比较长一点点 所以乘坐感呢 就会比较好 那后面 今天的安装的车友 它的车高呢 没有特殊的需求 所以会维持大概原厂的四指幅的高度 这是后面的悬吊系统 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 它的前面呢 也是算是多年感双A的悬吊 它边气的话也比较长一点 它的下摆地的话是一个 雨眼球头的结构 我们有附一个下座 然后也有附上座 上座的话 因为车现在乘起呢 比较看不到 那前面的弹簧公斤数打的是 这里有写字 200厂14公斤 这里有看到 银色的部分呢 就是上座的部分 前面的规格呢 是200厂14公斤 弹簧的长度呢 也比一般的还要稍微长一点点 所以它的乘坐感 最主要这个是大型的房车 所以在舒适度的要求上呢 都会比较高 所以这一台车 我们打的弹簧呢 就稍微比一般业界的 还要稍微长一点点 是200厂14公斤 主宁的部分的话呢 这台车也跟一般的主宁不太一样 下压的部分 要比一般的还要来得强一点点 毕竟它的车体比较重 弹簧配置的公斤数也不太一样 所以配置的话呢 会稍微不太一样 那它的镜头拉遠一点点 它的右前保感的内部呢 这里 就有一个原厂的胖腐机构 所以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需要把这个试盖 它的内轨板掀开之后呢 它的打气系统 原厂的打气系统 在里面 需要把它原厂打气系统的插头呢 把它拔掉 废除之后呢 它才不会打气系统一直作动 所以改装的时候就有几个 第一个水平感应池 第二个是打气的气棒 第三个使用之后呢 开红火之后 按一下仪表板的R键就可以 就可以把布上的部分把它排除了 这一边的话 看一下水平感应池 我来照一下水平感应池 这边 这个是前面的部分 那拆装的时候呢 这个球头呢 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鱼眼机构 它也算是一个 蛮一般的消耗品 那前面的水平感应吊价 在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刚刚说到的 会亮红火呢 这个感知器呢 它是在感应原厂的高度讯号 所以这个等一下这个 位置的高度感应器呢 它要把它固定在一个定点位置之后呢 它的原厂讯号才会感应 但是车身是正常的状况 那就不会亮故障码显示在装控仪表上面 所以这个就是特别要注意的处理的 那个Sensor部分 这一刻 那车高的部分 KT的话呢 道路板和机器板都是高低可以调整 那因为这位车署的需求 它并没有要降低车身呢 所以等一下会跟原来的车高是一样 前面跟后面大概都是维持四指幅左右 那用料的部分大概稍微介绍一下 KT的里面的主人友 所选用的是意大利IP的主人友 它的油品是从意大利原装进口 并不是这个品牌授权来台湾在做混装 所以它的油品的稳定度呢很高 然后它的抗衰退性的话比较好 消炮性呢 产品的稳定度非常非常好 所以KT一直以来呢 都是选用的是意大利IP的主人友 那里面呢有几个重要的零件 譬如说油风的部分 我们所选用的油风是日本NOK的油风 日本NOK的油风它的品质的话 大概如果做机械业或者是对这些消耗零件 有比较一般认知的话呢 就知道日本油风的稳定性很好 然后NOK又是日本油风里面很大的品牌 所以它的品质的稳定度呢非常非常好 那KT还有一个优势一开始刚刚有跟大家介绍过了 即便KT说它所使用的是意大利IP的主人友 但是这么棒的油品呢它还是会衰退啊 那油品衰退之后呢 原厂的没有办法维修 原厂就只能丢掉或者是换一只 可是呢KT呢万一呢 它的主女友用了几年之后它是裂化了 它的开起来感觉没有像新品刚装好的时候那么好做 那可以回来工厂这里呢 把它带换里面的主女友 在拆装的拆解的同时呢 除了换主女友之外 也可以一并把里面的油风把它带换成新的 那乘坐感觉之后呢 就会跟新品一样 而且它的维修之后呢 KT还有给予保固 所以这个是选择 KT是一个制造工厂的一个最大的优势 万一有油风坏掉 或者是长层套坏掉 甚至上座螺丝坏掉 或者是任何一个零件坏掉 都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KT本身就是制造的工厂 可以针对任何一个零件来做态换跟服务 所以这个是KT电气品牌一个最大的优势 那如果这个车友里面 其实有很多是看了我们直播之后再来安装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直播上面直接问 或者是到我们KT Racing的粉丝团呢 询问我们小编 如果小编有在线上的话呢 都会立刻呢 跟大家做服务跟介绍 后面的话 后面也已经安装好了 现在在做的动作呢 就是在固定水平感应吊架 那其实已经其他的部分的话 就都安装到差不多了 这是后面的悬吊系统 以上的话呢 就是今天安装 用宾室S-Class S350 W20的直播 那如果对产品有兴趣的车友呢 不用客气可以跟我们联络 哈喽阿凯老板你好 阿凯老板在苗栗的头份 阿凯老板也有安装过这台W20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苗栗的车友呢 也可以到我们真宏 真宏汽车 苗栗头份的真宏汽车联络 这台是W20 这台的那个 我们自己在外销已经卖得很好 台湾的车友也很膨胀 谢谢W20的车友那么膨胀 那今天的直播介绍就到这里了 如果有兴趣呢 可以跟我联络 或者是到我们KT粉丝粉丝粉丝下旬 谢谢大家 拜拜